南无本师释迦玛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玛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父法基师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研究金刚波罗 波罗蜜军中的第32份 那么硬化灰针这一份 也就是说明要我们能够明镜我们的心眼 那么在这一份里面涵盖的意思 在第27份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谈过 金刚军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佛陀是为大臣者说 为最上臣的人讲 你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很大的智慧 你听这个金刚军的道理 波罗蜜的道理 你听不懂 所以在第15份的时候 佛陀也讲过 岂是我们这些执着在小法 住在空境界者所能受词图诵的吗 当然了 圣洁佛陀所说的义趣 这个不是小智慧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硬化灰针 硬化灰针当然是要讲到前面的人法皆空 既然是人法皆空 那么词经又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利益啊 规则着重在哪里啊 在受词图诵 四个字 众生处处都是轴向 假如我们不从波罗法中去受词图诵 终究是不误 法生灰向的道理的 长老须不提他误化身前提 化身本无言收 为何如来有所言收呢 皆因无法了解 化身佛 能收如如法 其实化身佛并不是印身佛 印身佛也不是化身佛 因为佛头有时候他会印身 有时候会化身 灰印灰化 全部是指化身大用 化身灰印身 化身是长治法 我们随着众生心所感应 所以有引佛身 有时候为了度众生 要变化 变化成什么 龙身啊 鬼啦 有时候他会变化成天龙八部的身体 来教化众生 这个不是印身 这个叫化身 那么印身呢 要既有三十二相 化身就不一定 他化成什么都有 所以印身非化 就譬如他在印地前的根基 所献的佛身 但是灰是武去众生所射 不是武去众生的形体 所以啊 何谓义印印亦化 就好比声文者所见的像 是修成身 那么实以忽有之身 称为印亦化 那么何谓灰印亦化呢 就是法身 道身 法身跟道身不时以印身 也不时以化身 所以各位 印化是非真 法身本来就是无言说相 假 化身来讲法 如如身就是说如如法 不取于相 而无相无不相 所以称为三身一体 一体三身 至此我们呢 才真的是波罗无上之法 法身如如不动之体 活头一路上 为了众生 未来要除尽内外妄想 所以好比耕种 心无住向 纯净无露的福田 日后呢 不落在三界 也不受后有 这样子才成为 旧尽功德 金刚军产发 波罗信空之理 这个空非外道之断媚空 也非二成人的偏空 此空就如 好比 足命不爱流水过 三高其爱白云灰 这个就是很自然的 处处有相摄寒龙 重重无尽的法界 这个就是非常自然的 不是印尼的要求 才有印身 才有法身 所以对界里面讲 印画灰针 如电如露 有违法 不劳奸 志向不思 果报人天 正说明了 佛陀的印画之身 似同生魅 属于有违 无常之法 是虚假不识的 所以你看到 佛陀的印画之身 用六种辟义来讲 自受持金刚经的无上妙用 这是自立兼立他来讲 所以这部经的第十一份 第十三份 第十五份 第二十四份 都有提升到立他的功能 红华的法音 就是要续佛会命吗 功德 胜过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 乃至于横河沙等的生命布施作为 这里我告诉我们的 就如露如电 让我们更进一步去了解 为何会辟易露 露就是露水 我们的妄想心恋恋迁移 生命无常 就好比早晨的露珠 日吃而后阳光一照射 它马上消失掉 所以露珠是假的 如电 电就是闪电 譬如我们现在 所谓之法 插诺插诺的不住 就好比闪电 电关 岂能有牢固的吗 既然不能牢固 又如何震得真场之理 所以讲 自相布施 说明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用来布施 也自是得到有违的果报 有违的果报 福报在人天 天上人间享福而已 那么这样说来 有违的布施 就怎么样 无效吗 不是 还是有效 因为你的慈悲 你去救济 你去布施 你去源自别人 有功德 有功德吗 那不是功德 那是福报 这种福报 是不能了身脱死的 这种福报只能让你 福报更大 到天上享福 到人间来享福 天上人间便会就近的终点 福报享尽了 你还是要堕落下来 如果你是走向布施 那你就更可怕 我们时常讲 布施必须三轮体空 但是你要得到三轮体空 你这是大菩萨 一般人布施都是很执着 布施很执着人 他的福报大致 升到天上 你升到天上去享天福 天上只有热没有苦 那你的福报享尽 享晚 你还是要跟着你的业力 在度下来 所以我们常引用一个 辟欲讲 走向布施的人 犹如仰见射西空 视力尽使 环视斗 斗得来生不如意 各位 这首巨人 在四十二章经里面 佛都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要小心 我喜欢救济这些病苦的人 有灾难 天灾 生病 有什么贫苦的人 临时灾难 你来找我 我都布施 盖世你要不要布施 那个我不要 见射 那一种钱 我才不布施 各位 天下这种人有多少 你知道吗 你懂得布施给贫穷的人 困苦的人 贫困的人 你不知道我盖一间试验 是要度众生 要讲经说法 要让这些众生不要去造业 将来不会 度到贫苦去 这样 我做的是究竟的救济方法 为什么你不布施呢 你就是喜欢看人家落难吗 你为什么不直接 从头 救济呢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校 学校做什么 学校就是要教导你的子弟 懂得 理义连辞 懂得规矩 他才不会去犯罪啊 那么学校呢 当然你可以去 帮忙学校的设施啊 你不要说等孩子去犯罪啦 开始来模拟做一些什么虚幻的墙尾 那才有什么用啊 以前每一所学校都有墙尾 都有所谓 你看 学生在里面 多么安全啊 好了 现在这个是什么时代啊 学生去学校呢 学校要把墙尾打掉 下课时间 好人坏人通通进去 结果你自己的儿女被人拐 被人压迫 被人欺压 这个是谁之过啊 就是这些 反对学校为理的人啊 他不懂得孩子的教育方法 所以 世间就是 有这么多 只坐在那个 看到那个灾难 而不知道去维护 让他不灾难 所以各位 我在六规建地厌室 二十几年了呢 谁去关心 只有我们的信徒 只有听我讲经的人 有慈悲心的人 他才会去帮忙师父建事呢 建事干嘛 建事就是大学校啊 我这个学校将来就是要让教育我们后一代的人 什么叫做佛教 什么叫做历史 什么叫做艺术 我这个就是一个现场的大教士啊 如果你的儿子 孙子 孙子 都能懂的这些道理 还需要人救济吗 所以这些走向布施的人 就辟一如什么 仰剑射西空 仰剑就是头抬起来 你把剑射往空中一射 这个剑头一射进去 各位 马上掉下来就射在你的头上了 很恐怖的 你如果还没有看出 我现在射到哪里 已经射到你的鼻头了 可是人之 就是喜欢了 对不对 有人哪一个人会知道他的危险性啊 好啊 你今生做了很多布施 做了很多功德 救济很多 很多贫困的人 就是难民 都是你在养 你只有得到福报啊 你这个福报呢 可以送下一次 送你到天上去享福 可是你并没有修行 你只有有钱 你只有救济 救济这些贫困的人 你能帮助这些人的福报 那你在天上享福 享尽啊 已经圆满了 因为你没有继继续在修嘛 就要斗下来 那么斗下来的时候 是来生不如意啊 什么不如意啊 斗到三恶道啊 有时候是轻一点斗到畜生道啊 那就比作人还苦耶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们就是要告诉你 布施将来的果报啊 什么叫做布施 好 我们继续再看佛陀的这一种 教导我们的较量 看经文 虚菩提若有人 已满无量 阿森 其世界七宝 持用不失 因为我们这本经是 在三十二分是十以流通分的啦 所以佛陀教我们呢 较量流通啊 要如何去演收这部金刚经 流通的方法 佛陀讲完了这部经之后呢 总是要如何将这部经流通出去啊 流通要如何来讲呢 就是迎合为人演收嘛 这句话意在于 如何来为人家讲这部金刚经啊 说明了弘扬这部金刚经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呢 叛北 这个流通分呢 正符合 这部经只要终止 所以佛陀说 须不提啊 凡夫喜欢呢 爱什么 爱财宝 所以我们用财宝来较量 假如现在有人 充满了无量无事世界的七宝 他用来布施给他的人民百姓 我们需要知道 人持有三千大千世界财宝的人 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也不是一国的国王 也不是一般的总统 什么人才有啊 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呢 他持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所以世间之宝 既然是转轮圣王的 他可以布施给四大布施的人啊 四大布施的人呢 都可以受到他的布施啊 当然他的功德大啊 福德殊胜啊 可是在这一段文中讲到 持用布施的持用两个字 就是要引下面这一段经文 来说明行布施是相同的 所得的福德就是不同 佛陀用持财宝 以持华宝来作为较量功德 你持的是财宝 是拿钱去布施做好事 但是佛陀说 你不急 持一简金 财施只是就一条性命 法施 能救人的慧命 生命跟慧命不同 生命就是我们这一条命 到死了就完了 慧命呢 就是在你的八四田中里面 你死了以后 你这个慧命呢 会跟着你去投胎 那才有用啊 所以法师救人是彻底的 说明了财师 是如饭如祸 今天你同情我 你捐给我多少钱 这些钱你是来救济的 你拿到这些钱以后 明天这些钱不知道 又到哪里去也不一定哦 因为你把这些钱用掉了 钱到哪里去 不知道 钱他是转来转去的 他会跑 跑到哪里去啊 跑到有福报的人的口袋里去 没有福报的人 你给他很多钱很多钱 他这些钱还是留不住的 如幻如画的 所以事真告诉我们 财务换换不实 所以环夫贪财如命啊 不知道贪欲是无穷啊 虽然你的财宝有尽 财宝是会穷尽的 有钱人 钱很多 宝很多 有一天你还是会善尽的 事实上众生都不会去体会 财宝有尽这一句话 算是你很有钱啊 你是首富啊 你的财产很多啊 你要有那一种命去享受啊 你们大家都知道 有钱人非常可怜 因为他的钱是拿去投资 他从来不看到现金 他每个月就在想 我又净赚了多少 我这些钱进来我要投资 我是过路财神 哪有什么用到什么钱 尤其现在的人 更可怜 只有一张纸片 一张卡 那这张卡 拿到哪里 收到哪里 好舒服哦 都不要带钱 那么说了以后要缴钱 你才知道说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又怎么样 好 各位 再研究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谈到这 愿一次功德 专严佛俊渡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进子于报身 同身极乐狗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